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创意视频 大部分音叉都是钢制或者合金制成的调音器 在医学上,音叉可以用来检查耳聋 在还是学生的时候 在物理课上,老师也拿音叉演示过震动的效果 那如果把音叉放进装满水的水杯里,会发生什么呢? 两个老外兴致勃勃地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为了能看出来效果 他们准备了一个小号的音叉和一个装满水的玻璃杯 然后在摄像头下敲动音叉 再把音叉放进水杯里 看到在接触到的瞬间,水杯里的水直接飞溅了出来 我们都知道水的表面存在一定的张力 但是音叉以一定的频率接触到水面时 水面会直接被撕裂开来 水珠因为共振的效果也会被甩出杯子 接下来让我们在放慢1600倍的速度下来看看整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在慢放的镜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叉的震动 在音叉接触到水面的瞬间 音叉的震动打破了水面的张力 许多小水珠飞溅到杯子外面 而有的水珠在弹起后重新落回了水面上 并且悬浮在了上面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